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奇怪 每一年都会遇到缺水的问题 台湾明明年降水量充沛 为何是缺水国家呢 于是 败卖决定找狐狸猫与小树蛙一起找答案 记得 老师说有一个smart网站专门协助学生们解惑 我们来试试 于是他们向smart网站提出问题申请 没有多久就收到了一盒可用水资源知识图卡 请确认台湾是否是世界上年降水量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我上网查资料 找出年降水量的世界平均值 还有跟一些国家地区做比较 你们看 哇 台湾年降水量约2500毫米 远远高于世界平均值1155毫米耶 跟其他国家相比 确实是年降水量充沛的国家之一耶 可再生水资源量与水循环当中的哪些部分有关呢 我们喝的水不都是从天而降的吗 我想就是降水啊 你说的有点道理 只是好像没有这么简单耶 记得上次我妈妈为了应对缺水期间的用水 特别在后院放了储水桶储存水 但她忘了家放盖子 结果水位竟然下降 最后我们能用的水变少了 表示水若是蒸发掉了 我们也没办法用哦 对耶 储水桶内消失的水 应该算是水循环中蒸发的部分 所以降水必须扣除蒸发蒸散的损失之后 才是我们人类可以使用的水资源量 如何计算可再生水资源量 就简单 台湾平均年降水量是2500毫米 那可再生水资源量就是2500毫米咯 不对啦 降水量2500毫米是降水的累积深度 但水资源是体积的概念 应是年降水量先扣除蒸发散量之后 再乘上台湾的面积才对 好 那我来估算一下 2500毫米减530毫米 乘上36000平方公里 算完是710亿立方公尺 台湾平均每年会有近710亿立方公尺的水资源 好像蛮多的 台湾平均每人可再生水资源量 跟其他国家比较有少很多吗 好 我先来把公式推导出来 是年平均降水量减蒸发散量 乘上台湾面积除以人数 把刚刚你算出来的水量除以台湾的人口数 也就是约2300万人 710亿立方公尺除以2300万人 等于每人3087立方公尺 每人大约分得3000多立方公尺 这样到底是多还是少啊 我来利用网络 搜集其他国家的资料来比较看看 不可思议 台湾平均每人可再生水资源量 约3087立方公尺 竟然只有世界平均值 22628立方公尺的不到20% 台湾年降水量这么多 但每人平均分到的水资源 却这么少的原因是什么啊 我们一起看看公式吧 台湾的年平均降水量很多 但是落在台湾这个小岛 而这些水资源是由2300万人口所共用的 这就是因为台湾地下人稠造成的哦 三人完成了这些挑战后 麦麦拿出了最后一张图卡 请想想看 透过上述的公式 推导出来的平均每人可再生水资源量 都能完全被人类使用吗 台湾的产业开发 被来的水污染 像是工厂非法清倒有毒废水 未经处理过的畜牧业污水 农业喷洒化肥 农药 污染土壤 水源等等 都会增加我们在水资源利用时的净水成本 不止这些 在下一个章节 我们还会提到台湾的水资源特性 也是让台湾在水资源开发上增加难度 所以说啊 真正能被使用的水资源并不多 我们更要知道水资源得来不易 要珍惜水资源 是啊 那我们就不要浪费水资源来打水仗了 副表为加以两个国家的可用水资源资料 比较两国 以国经常面临缺水危机 可能原因为何 A. 以国面积较小 B. 以国人口较多 C. 甲国年降水量较多 D. 甲国年蒸发量较大 答案是B 同学们 你的答案也跟狐狸猫一样吗? 我们来做个重点整理 1. 台湾年降水量2500毫米 是降水丰富的国家 2. 平均每人可再生水资源量的公式为 年降水量减去年增发散量后 再乘台湾面积除以人口数 3. 单位为每人平均立方公尺 4. 由于地下人愁 台湾是平均每人可再生水资源量偏少的国家 看完这个单元后 你能了解台湾每人每年平均水资源是相当不足了吧 身为台湾的每一份子 都应该要做一个节约用水的小煎兵哦 想一想 日常生活当中 有什么随手即可作用的节约用水好方法呢? 欢迎留言与我们分享哦 下次见